全球去美元化趋势 2015-2016年美元崩盘续取载及 美元影响力见失 全球加速去美元化未来黄金价值需重估 新兴市场发起去美元化运动主宰地位现变数 随着新兴市场逐渐开始降低对全球货币的依赖 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型可能受到威胁 因更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减少对这种全球贸易货币的依赖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是个重要发展趋势 就新兴市场而言 双边贸易的加大对作为贸易货币的美元而言是重要的 强势美元在开发中国家的主宰地位 未来2015年已经出现变数 根据Swift数据显示 在过去2015年数个月以来 俄罗斯、中国掀起一波货币运动 倾向在贸易中直接使用自己的国家货币结算 一方面可以抬升卢布和人民币的威望 一方面可以跳脱以往以美元进行结算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10月中旬与俄罗斯签署为其三年的货币互换协议 金额高达1500亿人民币 此外2015年2月底时 俄罗斯和印度预期将成立联合工作团队JWG 筹划卢布对印度卢比的合作机制 俄罗斯也有意与埃及进行相关合作 新兴国家开始摆脱美元改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 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对于美元的影响甚大 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副总裁小元上之 Neuki Shin-Ohara2015年2月中旬也表示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状况脆弱且发展不均 呼吁亚洲新兴市场应积极地去美元化 The Dollarization 贸易高度美元化有助于交易的进行 但也有崩盘的缺点 如必须限制汇率波动避免外部冲击 各国央行对流动性的掌握度也应减少美元部位的持有 以避免2016年崩盘时造成巨大损失 相较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则不断攀升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Price及Swift 人民币挤入国际贸易中最常使用的前十大货币 外汇交易平台EBS今年初表示 人民币为2014年全球贸易使用量前无大 另外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人多以美元计价 已经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物质石油矿产交易 已经非美元化 法国央行刑长Christian Moyer 称法国企业在国际交易中可以停止使用美元 法国企业尽量多用美元以外的货币 符合这些企业利益最大化 欧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商总部位于巴黎的道达尔公司说 没有理由以美元支付石油款项 原由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 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用美元支付 但欧元应在国际贸易方面起到更大作用 如果更多使用欧元将是件好事 强盗众人推石油巨头也呼吁去美元化 既旦美元霸权的俄罗斯公司逐渐使用其他货币结算 没有理由以美元支付石油款项 原由是以美元携线统位计价单位的 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用美元来支付 欧元区财长将在下周一召开的月度会议上 讨论提升国际贸易中加强欧元与去美元化的使用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没有哪个储备货币的地位是永久的 正如过去所示 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跨度中 不断地有货币成为主宰全球的储备货币 但最终取代 金本位时代也越来越近了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是个重要发展趋势 就新兴市场而言 双边贸易的加大对作为贸易货币的美元而言 是重要的 除贸易方面外 金砖五国集团的巴西、俄罗斯 印度、中国和南非就建立新银行 也称为外汇储备池达成共识 2015年近期哈萨克斯坦央行表示 推出去美元化的计划 经政府批准计划实施日期为2015到2016年 旨在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性 哈萨克斯坦的去美元化计划 再次增强了全球去美元化的大趋势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经济体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考虑去美元化 以增强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去美元化意义 或去除美元外 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之间 没有直接的汇率 都要通过美元来进行兑换 从而冲淡了采用本币结算的意义 去美元化 因此代表的是用各国本币进行直接结算 而不必看美元脸色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的底气 正是来源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而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可能加入到去美元化阵营中 美元的主导地位和统治力量不断削弱 截至2015年目前 包括巴西、波兰等国家在内的一些经济体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贬值情况 大幅攀升的通胀率已经导致这些国家的央行 采取加息措施 近期去美元化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高 中国、俄罗斯、欧盟和亚洲各国都加快去美元化的进程 美元的支配性地位频频受到挑战 美元、美债和黄金作为全球三大避险品种 一旦美元出现问题 全球避险资金将别无选择地买入黄金 黄金价值将被重新认识 摆脱美元霸权禁锢的呼声此起彼伏 东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 已攜手拉开去美元化的大幕 2015年去美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先后与德国、法国、卢森堡及韩国等多国签订了人民币直接兑换协议 加速去美元化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俄罗斯公司逐渐使用其他货币结算 最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明确表态 与中国的公企协议将以卢布或人民币结算 数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原油及天然气都是通过美元交易 但是受乌克兰局势影响,俄罗斯减少了与美国的金融往来 如果俄罗斯去美元化步骤进一步实施 无疑会给一项极为优越的美元带来沉重打击 同时也可能改变全球经济图景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欧盟及中国等亚洲国家 似乎正在对美元霸权形成群起围攻之时 美元霸主地位频频受到冲击 未来国际货币支付多元化将是必然趋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与黄金脱钩,建立与石油挂钩的新体制 正式开启了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时代 美元不但作为储备货币在各国外储中占据极高比例 而且在国际支付和贸易计价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元开始了长达40年的霸权之路 但是美国通过操纵美元 不仅控制了世界原料市场的定价权 还通过输出美元 轻而易举地将他国的财富据为己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全世界都在为美元打工 这实质上是一种用纸币对全球财富进行掠夺 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美元霸权地位 在过去20年内发动过十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背后有着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并不是热衷于发动海外战争 其发动战争的目的万变不离其宗 维护美元霸权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 美元这种支配性的背后正是以美国强大的国力做支撑的 货币主导权的竞争 实质上是货币发行国的综合实力的比拼 虽然如今美元的霸权地位正在逐年下降 美元2015年初虽然高涨 然而这只是崩跌前的高点 但是去美元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我们应该为美元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做准备 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冲击必然需要储备黄金 投资者也应该认识到美元贬值和世界去美元化的后果 而不是将黄金仅仅作为投机的一种工具 应该还原到本质去看黄金 黄金天然是货币 接着走向金本位改革 2015年开始中国着手实施将大量外汇美元储备换成黄金 仅2013年中国就用美元换取了1189.8吨黄金进账 中国还正加紧实施已经与20多个国家本币互换 构建全球洲际中国以外国家的贸易人民币清算中心 还在推进人民币与各国货币直接交易及跨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福塔雷萨宣言新清卖协议 亚洲基础建设开发银行等等的新建立和实施 都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以往没有过的各种力量和加速进程 目前中国有超过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若是连续数年中国采取美元换黄金的策略连续实施 那么6年之后到2020年中国就将成为全球第一黄金储备大国 且比美国当前黄金储备8000吨还要高出近一半 进而中国达到超过12000吨的黄金储备 中国自己生产加进口 届时中国黄金储备将占全球黄金储备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2014年5月普京访华与习近平提出中俄用本币结算协定 双方已展开两国央行 财政部协定文本起草与谈判将就两国间贸易往来 中国购买俄罗斯的商品用卢布结算 俄罗斯购买中国商品用人民币结算 去美元化让未来中国已储备黄金崛起毒领风骚 俄罗斯将比中国去美元化更加积极 坚实地推进 那么人民币成俄罗斯储备外币最好的选择 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越4万亿美元 中国去美元化 与俄罗斯实施国策不同 将令中国外汇储备去美元化变成最大黄金储备国 去美元化可能给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果是 美元波动将更大 美元利差加大幅度 美元与其他一揽子国际货币兑换将更加波澜起伏 难以琢磨控制 但这可能是未来十年 三十年全球性的一次空前大革命 但人民币必须完成两个历史使命 即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他国际货币 自由浮动人民币与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 2015年起绑定美元加剧风险 美元风险盖天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 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全球唯一最大的基准货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 全球交易支付货币美元超过60% 欧元有30%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单一货币体系弊端的暴露 大家逐渐体会到美元霸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风险 金融海啸后 美元大幅贬值让人们对其信赖度降低 其过于垄断和利用美元清算系统达到政治诉求的做法 也引起各国的不满 因盯住美元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相背离 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 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支援就是单一美元太强势 无法替代所致 全球各国都根源储备美元 加剧了对美元的依赖 但剔除美元外汇储备 也就是说 在除去美元储备之前必须找到新的替代货币 欧元人民币等什么时间可以涨成国际替代美元的货币 答案在金本位的世界性货币晶元 使用美元作为全球交易中的单一仲介货币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形成 在全球市场中采购石油 食品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之前 很多国家被迫购买美元 即使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进行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说 普京在近而最近发表的声明中强调 继续使用美元作为一种全球单一标准 使得美国可以任意伤害全球范围内的任何国家 特别是在美联储一直通过量化宽松措施和无限制的印钞来压低美元币值的情况下 甩开美元成一些国家新趋势 进入21世纪的2015年 全球开始正是过度美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加全球突起 并在贸易交易中开始逐渐甩开美元 2006年以来 部分拉美国家在贸易和融资等领域减少美元实用比例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新兴经济体及金砖国家在区域建设 多边和双边货币协定中开始去美元化 欧洲也加入了去美元化的行列 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的行动表现在 双边贸易中使用双边货币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印籍储备安排 未来贷款及印籍救助将减少使用美元 中国则通过与交易伙伴互换货币去美元化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08年底至2013年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24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总规模约2.6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2015年中国又与阿根廷续签 与瑞士新签了货币互换协议 现在俄国富豪开始把资金转向香港 新加坡和迪拜等亚洲金融中心 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去美元化行动 两国准备使用本币进行结算 不久前土耳其总理Risab Tayyip Erdogan表示 他已经停止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通话 这暗示土耳其和美国关系恶化 由于新兴市场货币大都盯住美元 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 特别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实施大量超级宽松货币美元 不但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动风险和本币汇率的波动性 也使全部新兴国家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形成了美国之外的美元恶性循环 至全球24个新兴国家大受其害 在2014年前后全部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 对美元根源又恨又爱又根源无奈 那么摆脱美元成了新兴经济体24国的一种默契 齐心协力的共同选择 自从上世纪1945年的二战之后 英镑风靡全球300年后开始完全败落 美元取代英镑黄金成为全球基准货币后 美元至少经历了三次全球性危机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1999年欧元诞生 再就是2008年华尔街引发的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 特别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 就是美元全球货币独大 无法替代而酿成了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 全球第一能源大国俄罗斯去美元化 已经一步一个脚印的上路 也是俄罗斯未来要实施去美元的重要战略举措 中国正在推进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 和人民币计价贸易的全球性所以可能 挑战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姿态 过去美元仍一直保持着基础货币的地位 这是因为全球的能源贸易以美元计价 各国以美元资产来积累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这填补了美国的逆差 如果全球的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生产 出口国中俄之间的交易从美元计价变为人民币 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又将走向何方 如果长辞以往20年50年或更长时期拒绝美国美元 欧洲欧元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向中国及货币靠拢 欧洲欧元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向中国 欧元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向中国 欧元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向中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